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西门的两阶段设计 好了 我们说在上节课中我们也说了 在二期临床实验中 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伦理学的考量 就是如果你当前做实验的药物 它的效果不好的话 我们就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让它停掉 对吧 Early Termination 好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两阶段设计的一个 或者说二期单臂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我们说两阶段的西门设计 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应该说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了 好 我们说这个实验跟我们上节课介绍的GANS的 GANS的两阶段设计是类似的 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option to stop the trial after the first or after the second stage OK 也就是第一阶段 我们分两阶段了 第一阶段如果这个药我们发现它的效果 没有显示出很好的疗效 我们就可以stop 对吧 可以停 然后呢 第二阶段 如果第一阶段还OK 我们觉得这个药可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 如果在第二阶段做完以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药还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预期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停掉 OK 所以呢 不会把它推荐到下期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OK 我们说西门的两阶段设计呢 跟上节课我们介绍的GANS的two stage design 它的不同时啊 它有这样一个准则 就是什么准则啊 就我们说它其实是西门的一个最优设计啊 或者还有一个别的标准 我们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就是如果呢 你的这个实验药啊 它的真实的response啊 非常低或者说呢 它低于我们提前设定的一个水平 这个水平是我们认为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 好 如果真实的这个药的这个efficacy非常低的话啊 我们希望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呢 可以呢 最小化平均样本量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想法 对吧 如果你的药的效果不好 我们希望呢 你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最终导致的这个平均样本量会最小 好 我们就按照这个设计的这个思路呢 我们来给出一套参数 对吧 这样的一套参数组成的这样一个 什么时候停 什么时候continue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呢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设计 OK 好了 我们说 这里是几个要素啊 就是西门两阶段设计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underpoint 我们说对于西门两阶段设计来说 它的终点 终点是binary OK 就是发生还是没发生 我们说 比如说tumor response OK 然后呢 它的non-hypothesis 就是原假设呢 我们记作h0 π等于π0 然后π就是不知道的true response 这个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 一组病人 他们呢 这个tumor shrink at least 50%的proportion的比例 对吧 肿瘤缩小至少50%的这一批病人的在我们这个实验组的这个所有的病人中占的比例 OK 这个是不知道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π0呢 是一个我们提前设定的uninterested or undesirable level 就是我们认为低于这个π0呢 这个药就是不值得研究的 OK 这是π0 然后呢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是贝则假设 我们记作hA π等于πA 然后πA呢 是一个 也是我们设定的 就是我们认为呢 达到了πA 大于等于πA 我们说这个药呢 可能就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进一步呢 稍微在大规模的进行临床研究 OK 好 然后我们因为有假设检验 我们学过梳理统计 我们都知道 我们其实 要干的事情 无非就是 我们有了数据以后 对于这两个乘数 对吧 我们是怎么样 更倾向于支持哪一方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 在对这样的一个乘数进行支持 或者拒绝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基于的是样本 sample 所以它不可避免的 就会犯错 所以我们就会有两个错误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个叫type1 我们记作alpha 一个叫type2 我们记作beta 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 OK 我们说一类错误是七真错误 七真错误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h0成义的时候呢 我说它不成义 我拒绝它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h0成义 大家知道了 h0成义的意思 就是这个药没效 对吧 然后没效了 我现在还要拒绝它 就说它有效 那这个是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对吧 它会将不好的药 推入市场 所以这个是alpha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 我们一般把alpha要控制住 比如说小于0.05 OK 然后beta呢 是二类错误 二类错误的意思是取伪或者耐伪 纳伪 纳伪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ha OK ha现在是不对的 对吧 我现在还是用h0来说吧 然后h0现在我说 它现在是不对的 对吧 不对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其实是有效的 OK 对吧 然后我说它对 就是说它没效 所以一个药其实是有效的 我最后说它是没效 这个就叫二类错误 但这个错误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药是有效的 对吧 我说它没效 那确实也造成了不好的事情 就是把一个好的药 没有推向市场 是吧 但是相比一类错误而言 就是把一个不好的药 没效的药推向市场 似乎这个一类错误更严重 对吧 因为对二类错误来说 损失的是药厂 OK 就是药厂我开发了一个要辛辛苦苦的 然后其实它有效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我没弄好 然后说它没效 然后这个本质上来说 受损的是药厂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两个权衡中间 我们一般传统的树立统计 经典的树立统计 我们都是要控制α 然后使得β当然也是越小越好了 给盯这个的时候 使它越来越小 OK 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 假设检验的框架 好 然后我们说西门两阶段设计 它的这个做决策的这个基础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当H0成立的时候 也就是药没效的时候 我们看是不是有一种方法 一套方法 能够最小化 这个实验中 受试者的人数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好 我们说 为什么要最小化 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如果派0成立 对吧 派0成立其实就是个要是无效的 这个药是无效的 其实它也是非常dangerous的 对吧 因为它无效 无效 我们说在无效的时候 我们希望受试的人少 对吧 因为无效的话 这个病人可能不是死于药物 对吧 他是死于疾病了 因为你的药救不了它 OK 所以我们说尽量使得在H0成立的时候 人受试者人是越少越好 好 我们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大家做临床试验 都要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早期临床试验 应该说尤其对于癌症病人来说 这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 一个希望 他们希望进入我们的临床试验 能够得到救助 然后生存质量得到改善 甚至癌症能够消除 对吧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都是所谓的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都是最重的这种癌症病人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实验设计的时候 要本着这样的一个态度 和这样的一个理念 来进行我们的实验设计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图示一下 西门两阶段设计 我们说 其实我们在01这个坐标上 我们可以给出两个点 一个就是配0 一个就是配1 我们说小于配0 我们认为这个药就是ineffective 就是没有效果的 然后大于配1 就认为这个药可能是有效果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东西 希望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再换句话说 我们一步步它数学化起来 统计化起来 我们说如果π小于等于π0 OK 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想干嘛 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希望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 我们会以很高的概率 然后来declare来说 这个药室是无效的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么一个意思 同样 如果π大于等于π1了 我们同样是不是我们觉得 这个药应该有很高的概率 能够保证进一步进入人床实验 好吧 所以怎么样说很高很很低 就是由α和β来控制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slides 好 再看 对 我们在中间在插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说当然了 对于这样的设计来说 它有一个现实的一个考虑 这个考虑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病人的response 每次我们不是要做evaluation吗 要对做评估 它的这个肿瘤是不是缩小了50% 比如说 它并不是instantaneous 它并不是就是马上就能测得的 对吧 它往往要等比如说四周或者树越 我们才能够进行测量 因为肿瘤它的病兆是吧 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我们才能够观测到 所以在第一阶段入阻以后的这个病人 可能就是在靠近第一阶段的时候 不是新来的病人 他可能就不得不等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结果 我们还得观测出来 我们才能够知道 这个药是不是值得进一步的继续进行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个等 其实是一个非常acquard 非常尴尬的一个 对于医生来说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因为来了病人 你不能及时的给他们救助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直说 为什么两阶段 为什么不三阶段 四阶段 五阶段 六阶段 对吧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两阶段的考虑就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你的设的阶段越多 对吧 这样的等的可能性就会越多 所以在临床实践的操作中 其实是非常不可行的 好 这也是我们的主要的reason 为什么主要是选择两阶段 而不是更多的阶段 好 好我们现在把西门两阶段设计 进一步把它一点点的统计化 我们现在说西门两阶段设计 它就是这么一套参数 其实 OK N1 N R1和R 好吧 我们先这样说一遍 就是N1是小于N的 我先这么来说吧 这个N的意思就是总样本量 好吧 然后N1就是在第一阶段时候的样本量 然后R1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你至少得超过R1我们才觉得这个药 超过R一个人发生了response 我们才会觉得这个药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OK 然后R是什么 在第二阶段 也就是N个人都做了实验之后 至少你得超过R 我们才认为是值得研究的 否则都是不认为值得研究的 好 我再简单的说一遍 N1是第一阶段的样本量 N是总样本量 所以第二阶段的样本量 就是N-N1 对吧 然后R1是第一阶段 如果你认为它有效 至少要达到R一个response 然后R是在N那个里边 你觉得至少要超过R个人有response 你才认为这个要有效 好吧 所以你看N1是小于N 对吧 然后R1肯定小于N1 对不对 然后R肯定是小于N的 OK 因为这是出现的response数 肯定不会比总人数高 然后这是在第一阶段出现的response数 肯定不会比第一阶段的人数多 然后这是第一阶段的人数 肯定不会比总人数多 OK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已经 其实已经说了一遍了 已经说了一遍了 我觉得好像 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了 很快的说一下 就是第一阶段是N一个人 对吧 如果我们这个实验怎么走 如果在第一阶段发现 小于 小于等于R1 R一个response 我们就认为这个要没效 OK 太不好了 对吧 好了 如果在第一阶段超过R1 大于R一个response了 那我们就继续纳入N减 一个additional patients 对吧 然后总共是N个 对吧 然后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如果总的response 在N个里边的总的response 超过R了 我们就declare 我们就认为这个treatment 是个success 是有效的 如果小于等于R 我们declare it a failure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失败的药 OK 好了 那我们看 什么时候会停 对吧 我们这么几种停法了 我们说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这个 这个 the number of patients OK 你看我们还可以 当然还可以这么种停法了 对吧 就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是N一个人 对吧 N一个人 我们说R是什么 R是在 在总共所有的N的人里边的时候 如果超过R 我们就认为实验有效了 那当然了 如果你在N一个 第一阶段 N一个病人里边 都发现超过R的病人 出现了这个response 那第一阶段 你就可以宣布它 它成功了 因为它太有效了 对吧 当然一般我们其实很少 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事 也很少这么做 如果我还没有碰到过 如果真碰到过 其实我们也不急于宣布 我们就认为它还真的不错 那我们不如把它再多看一下 对吧 收集更多的信息 但不管怎么样 说从原理上来说 如果在第一阶段 N一个人里边 如果真的都出现 大约R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我们就可以说第一阶段 也可以stop 认为它这个药是success OK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 一步一步的把它 写成统计的东西 我们GX1 是N一个病人里边 出现response的人数 OK 是个随机变量 对吧 然后X2 是N2个人里边 对吧 在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N-N1个人里边 出现response的人数 然后你看我们X1 它是个随机变量 它是不是可以假设 是服从二上分布的 N一个人里边 然后出现response的概率 是不知道的 记作派 对吧 然后X2是N2个人里边 出现response的人数 是不是也是记作派 因为都同样的要 对吧 而且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人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是 independent 独立的 OK 好 那我们把它写出来 数学话写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要说一个要是 failure 是一个没效的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没效 你看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出现response的人数 小一等于re 这个时候肯定是failure 或者第一阶段大于re了 我们到了第二阶段 但是第二阶段 出现response的总人数 X1加X2 是小一等于r的 这是不是也是stop 好 所以我们说什么时候 一个要是failure 就是这个发生了 或者这个事件发生了 对吧 这就叫这个failure 好了 那什么时候 我们说一个要是一个success 是一个成功的 成功的 你看是不是必须这样子的 第一阶段 它要大过re 并且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 总response人数 要大于r 所以这就是一个success 好了 我们把它已经写出来了 对吧 而且X1 X2就是服从 二项分布 而是独立的 所以这两个的概率 是可以算出来的 OK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刚刚说 我们有限制条件的 对吧 那你看 我们说当pi 就真实的response rate 真实的有效率 小一等于pi0 这是个不好的事 对吧 如果真实的小一等于pi0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 我们刚刚写了 这个是不是说它success 对吧 这个success的概率 对吧 p 这两个事件 交的概率 对吧 这个事件成功的概率 在pi小一等于0的时候 应该很小才对 对吧 我们不希望它发生 对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这么差的一个药 一个效果 我们不应该让它成功 所以让它成功的概率 我们控制住 让它小一等于alpha alpha 比如说0.05 OK 好 那我们再看2.20 如果pi是大于等于pi的 我们说大于等于pi 就认为这个药 它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认为 让它成功的 能宣布它成功的概率 就应该大才对 所以我们应该让它大于等于一个1-beta 比如说beta取0.2 这是80% 这就是我们的power 对吧 所以我们简单的把这两个其实合并一下 就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叫做power function 这个power function就功效函数了 这个功效函数就是pi的一个函数 对吧 根据pi来定 好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随着pi的增大 它这个函数 其实这个增函数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pi越大 我们说这个的概率 发生的概率肯定是会越大的 因为pi越大 我们会越会认为它是成功的 OK 所以这个pi呢 是这个功效函数 是这个pi的一个增函数 好了 然后你看 因为它这个增函数 所以我们呢 肯定是可以找到 肯定是可以找到一个等号的 对吧 就是我们让pi等于pi0的时候 我们让它刚好就控制在alpha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让pi等于pi1的时候呢 我们让它控制在1-beta OK 这个也没问题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对吧 因为这两个是可以写出来的 所以你要算这个的功效函数的概率 你看 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求和式 这个求和式呢 让X1比如说等于M1和X2等于M2的联合概率 对吧 然后它要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呢 你看 这个应该是M的下标1 这个M1大于R1 并且M1加M2对吧 大于R 对吧 好 这个东西 我们让它比如说 在pi0的时候 等于alpha 在pi1的时候等于一键beta 对不对 我们可以来求这个东西 来求这个东西 然后求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来求出这些bundering R啊 R1啊 这些东西 好 但是我们看一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它是无穷多种组合 也不叫无穷多种组合吧 它是有非常多的组合 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的 因为我们这只有两个月数 但我们的参数其实是有四个参数 OK 这有四个参数 三个参数数吧 有没有constrained 所以你看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现在让X1大于3 X1加X2大于6 你在这个图上可以画出来 无非就是X1要大于3对吧 X1加X2大于6 就这个线 如果他们交的是这一部分 所以这部分里面任何一个点的组合 其实都是可以满足这个的 也就是不同好多种对吧 M1和M2这种这样的一种组合 好 那我们说这个OK 所以many combination 可以满足我们刚刚的2.1 2.2 这个RENERN 所以optimal design 最后这个Simon 他就考虑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那我们怎么办 对吧 怎么求一个最优的一个想法 他就说如果当π等于π0的时候 这是不好的是吧 这个钥匙无效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能找到一组参数 最小化平均样本量 这样的一套标准 如果我们算出来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则了 这样一个准则是可以得到一套 唯一确定的参数的 OK 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能不能数学化的写出来 这个最小化的平均样本量 对吧 当π等于π0的时候 好我们来写一下 当π等于π0的时候 平均样本量最小 平均样本量怎么小 对吧 期望样本量 这个期望样本量 你看是不是这么小 N1看 我有两种情况 stop对不对 第一种情况 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停了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因为第一阶段已经纳入了N1的病人 所以他停的概率乘以N1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平均样本量 对吧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N1阶段超过了 对吧 N1阶段只要一超过 那肯定总共就纳入N个人了 也就是没有在第一阶段 没有停的概率乘以N 对不对 所以肯定是两种可能性 对吧 停的时候的平均样本量 加上没停的时候的平均样本量 好 那我们来把它写出来 第一阶段停 第一阶段停是不是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在π等于π0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response的这个x1这个数 是小一等于R1的 这我们说是停 还有一种是不是 我们这个response数太好了 都超过R了 是不是也停 这是两种情况 对吧 然后没停 没停肯定是什么呢 在x1的时候 首先要超过R1加1 对吧 大于等于R1加1 超过R1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没有超过R OK 所以这两个我们是可以写出来的 然后这个写出来以后 那彻底这个数学形式完成了 然后Simon他在1989年的时候 他写篇文章 就是最著名的 我们现在介绍的Simon两阶段设计 然后他是用计算机来进行搜索 然后最终将这些参数找到 好 这就是当年他的文章中的一张表 然后我们来看一张表怎么读 这个是optimal design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当H0π0乘以后 最小化平均样本量 然后这个是叫做最小最大设计 我们一会儿来说一下它 它的是另一个准则 它是来最小化整个样本量 这是最小化平均样本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就看这一行吧 这一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π0是0.05 π1是0.25 也就是如果实验药 我们发现它的效果 我们认为如果小于5% 就彻底就认为它是没有效的 如果大于25% 我们认为它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你看它给出的 比如我们看第一行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一个设计 我们这个设计在第一阶段纳入9个人 如果这个9个人里边 小于等于0个人出现了response 也就是没人出现response 我们就停 否则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 总共纳入24个人 所以第二阶段其实是24减9 15个人对吧 也就是在所有的人里边 我们最后发现 如果小于等于两个人 有response 我们就认为这个钥匙无效的 如果大于2我们就认为这个药还值得进行研究 好 这就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ENP0 这个意思就是在P0也就在5%乘以的时候 这是不好的对吧 然后它会用到多少平均药能量 大概是14.5 OK 然后因为为什么会14.5 你看这才9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还是会过来对吧 所以平均药而言是14.5 然后PETP0的意思就是 如果在5成立的时候 5%乘以的时候 有多少的概率让它early stopping 提前中止对吧 我们希望这个是越大越好 是63% 好 这个是西门当年的两阶段设计这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用R软件 R软件有很多软件包了 然后比如说Clean Fun是一个软件包 你看我现在假设 假设我在这底下都写了 假设P0是0.2 然后这个是P1呢 是40% 0.4 然后呢 这个Epsilon 1呢 就是Alpha 我控制在10% 我们一般其实在27的时候 我一般就控制在10% 有的时候5% 然后呢 Beta呢 也就是Power是80% 对吧 Beta是0.2 然后回车一下 就会得到两个结果 你看它也会写 不可以接受的是20% 可以接受的是40% 对吧 然后呢 Alpha是这个 Beta是这个 然后你看给出两个结果了 我们刚刚说的Optimal和minimax Optimal的结果就是两阶段了 第一阶段我纳入12个人 如果小于等于两个人 我就认为无效 如果大于两个人呢 我就到第二阶段去 然后第二阶段其实是纳入13个人 对吧 25-12 好了 然后我做完第二阶段25个人以后呢 总共以后呢 如果呢 小于等于7个人呢 我就认为这个钥匙不值得研究的 如果大于7个人呢 我认为这个钥匙值得研究的 好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这个就是在P0成立的时候 平均用的样本量 17.72 74 然后呢 这个是在P0成立的时候呢 它的提前中止的概率 56%吧 大概 OK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写了一下 对吧 这个是平均样本量了 17.74 如果你用任何软件啊 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我们不是用两阶段 如果单阶段的话 我们是其实需要22个样本量的 所以两阶段呢 它会省样本量平均 然后这个minimax 我们说它的这个标准呢 不一样 我们说optimal的标准是 在H0成立的时候啊 也在20%成立的时候 最小化平均样本量 就最小化这个东西 然后呢minimax是什么意思啊 它不平 它不最小化平均样本量 它最小化总样本量 所以你看到minimax总会比这个optimal的总样本量小 对吧 但是它的平均样本量倒不一定小 OK 好 这是它们的区别啊 它们的区别 这是一张流程图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基本上就是 拿入第一阶段 拿入N一个病人 如果小一二一 我们就stop 对吧 fetility了 它没有小 如果大于二要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我们说 如果小于二 认为它不值得推荐 大于二值得推荐 好 这个图是 我从inquiry 这个软件 website 所以download下来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简单的说一下minimax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我们说minimax它是最小化总样本量 然后optimal design是最小化呢 当non-hypothesis成立的时候的平均样本量 好吧 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刚刚我们这个 刚刚我们的这个叫啥呢 这个实验设计 我们说这个minimax design呢 它纳入的是这个24个病人对吧 然后它比这个25个病人会少一个人 然后呢 它在第一阶段 大家看 其实本质上来说呢 minimax 大家知道这样一个规律 第一阶段它纳入的人数总会多一些 比如14个人 OK 然后optimal是12个人 OK 然后呢 然后它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呀 它宣布这个药 提前中止的概率也会低一些 好吧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来说一下 来说一下 它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 临床中到底选择optimal还是minimax 这是要跟医生讨论的 我们会给它说 你看了 这个minimax可以降低总样本量 但是平衡量本量它会高一些 对吧 你给医生说一下大概什么意思 然后呢 这两个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如果药没效 他们两个的这个 提前的stopping的get rip不一样 然后minimax会低一些 optimal反而会高一些 对吧 然后minimax的第一阶段会多一些人 充分的根据各种临床实践的情况 可以跟大家 跟这个医生 跟这个研究者进行讨论 好 我们说 还有一个design 我稍微再提一下 这个John 他2004年的时候 还引入了一个design 叫做admissible design 这个design 他其实我们看 他其实是在minimax 和optimal之间的一个design 因为他找到一个权数 其实权重 是可以让他们之间 一个综合了 一个综合 这个我没打出来 这个应该是80% 90% OK 这个把它抽出去了 你就用这个library face2 multiple OK 然后你会看 他不仅给你提 给你了optimal 还给你了两个admissible 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这个admissible 它的这个sumble size 总sumble size 总是介于这两个之间的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下 其实会给医生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东西 然后让他来决定一下 OK 哪一个包括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二期 是因为budget的问题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底他哪一个 因为医生其实总的来说 在budget的允许的情况下 总是希望人是越多越好的 因为我们总能够 获得更多的信息 但是同时 我们要保证一定的 有一定的伦理性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讨论 来进一步来 来研判的 OK 好 这个大家可以下来 自己再练习一下 这个是Eva Nova 这个北卡教育生的 这样的一个 教授他开发了他的网页 如果你不喜欢用R的话 你可以直接输 输出来以后 也是可以给你 这个admissible 这个design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这个网站也有很多一些设计 Flamming toStage 等等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做一个summary 我们说我们 这节课 我们介绍了Slamming toStage Design 他明显会优于传统的single 我们说优于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其实 我们当然看刚刚的例子 节省了三个还是几个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是会节省 平均药物量的 好 然后 他因为两阶段了 所以他会中间会停 就是如果这个药不够好的话 这样就会protect patients OK 所以不管是从Iseco 还是从Economical 角度来讲 两阶段设计的都是比较优的 OK 然后当然了 他的不管是怎么说 就是如果这个药无效 他总会最小化 平均的病人 对吧 不管是optimal 平均 在H0成立的时候 平均最小化 还是minimize 在平均总样的量 他们都是最小化的 好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 整个完整的一个上下季的 一个介绍 Office 2的一个简单的入门 然后这里边的slides 就是我的讲义 我申明一下 我用了大量的张大文教授的lectronauts 然后还用了这个应该是 我看一下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讲义的 一个很多的slides 再次表示感谢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